走 走 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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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怎么是你啊 你眼睛怎么了 你给我坐这儿 都布置好了吗 布置好了就算炒进一只苍蝇 也别想活着出去 好 拿着 谢老爷 你去吧 是 是 爹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我问你 在这个世上 你对谁来说 是最好的诱饵 食物剑 爹 我已经在这儿布下了天罗帝王 只要他一进门 那是必死无疑 你给我回来 爹 爹 杨毅柳 你给我听着 今天你必须陪你爹 看这场好戏 爹 爹 来啊 把他捆上 是 你放开我 爹 你放开 老实点 你放开 爹 你别捆我 王爷 吴恨 吴季 见过王爷 好好 你们怎么来了 王爷 我大嫂在哪儿啊 花儿在她房间呢 少爷 小姐她不在房间 我大哥有来过吗 吴季也来了 嗯 没在 大哥比我们早出发 那你说你这该定义 你 你 你可千万别来了 这里面 一定有很多的器官 你一来 就会有危险 十五季 你千万不要来 千万不要 上豪的翡翠玉佩啊 便宜卖啊 上豪的翡翠玉佩 上豪的翡翠玉佩 有 您看看 这不错啊 这玉佩不错 还反光还有字呢 怎么卖了 不错啊 上面还有个十字 更便宜的 更便宜 这块玉佩从哪儿来的 从哪儿来的 管你什么事 你想不想买 不想买还给我 这块玉佩从哪儿来的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走 走 吴姬 吴姬 不要进来 这是陷阱 你快看我 你 坐 坐好 吴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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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下头边的 你啥子我看着他 吴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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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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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爹 爹 是 無盡 我今天和你同歸於盡 爹 爹 無盡 即便如此 這都是天術啊 認殺認亡 息聽尊便 來吧 我不殺你 站住 既然我答應了煥兒留你一條命 我就不會殺你 你既往不咎 可是我曾經對你 你只是一時被迷了心窍 財富和地位 不是人生的全部 我建議你也珍惜身邊的人 畢竟將來陪伴你的 不是冰冷的金錢 煥兒 我 我不配做你的爹呀 爹 你永遠都是我爹 可是我 我 連至親的人 你都可以當成是利用的工具 沒有溫情 自私自利 你遲早有一天 會明白一切都是買不回真情的 五季 當年我對你爹對你娘 溫 爹 你 當年你把我爹娘對你的恩情 氣入糞土 恩將仇報 這一件 就當替他們報仇了 滾吧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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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少爺 小姐回來了 大哥 伍姬 大哥 大哥 大嫂 小妹 你上哪兒去了 我 我 我沒事兒 讓大哥擔心了 什麼大哥小妹的 他是我大哥我是他小妹呀 對啊 我是他大哥 他是我小妹呀 對啊 你還有臉說是他大哥 你既然是他大哥你就怎麼保護他呢 竟然讓他落到蘇光萍的手裡 啊 這是真的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我不是回來了嗎 沒事兒了 回來就好 你們倆怎麼來了 我 我們這不是擔心你迷路嗎 大哥 你是怎麼找到大嫂的 我啊 我當然是憑線索 哦 憑線索 你們三個趕緊出去 我有話要對他說 你等會兒等會兒 為什麼要聽他的呀 我是主人 不單不走 坐下來喝會兒茶 來來來來 是王爺 好了好了 大哥無痕無戒都不是外人 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我只想對你說一句話 我不在乎你是什麼樣的人 我也不在乎你有了什麼樣的爹 我只希望你在我身邊就好 你呢 我 我想回蘇家 小妹 你們怎麼了 我還沒說完呢 我是說我想回蘇家 跟我爹道個別 然後跟你回奧隆堡 好 想哪兒去了 孫原外 大夫人 孫原外 今天怎麼有空上我們蘇家來了 你家蘇老爺已經把這兒的宅子賣給我了 我來替你們搬家 動手 外 怎麼好勞架孫原外呢 給個機械 我們在那個之前一定搬 好 好 那就給你三天時間 走 大夫人 這可怎麼辦呢 管家 把夫人小姐們 押換仆役們 都叫到前廳來 我 唉 唉 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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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把大伙叫来 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这个宅子已经卖了 卖了 卖了 他怎么住哪儿啊 怎么住哪儿啊 大家听我说 苏家虽然不在了 但老爷还在 你们如果想走 我也不拦着 银子就放在这儿 自己来拿 但我有话在先 拿了银子 以后 就和苏家没有任何关系 大姐 大姐 你别怪我 你看老爷现在 他实在是让人信不过呀 你这就会不会有问题 这就会不会有问题 让人说 你这就会不会有问题 我会把你带到这儿 我会把你带到这儿 就会不会有问题 我会把你带到这儿 大夫人 管家 你也拿了银子走吧 大夫人 還是走吧 老爺 老爺 老爺回來了 怎麼成這樣了 沒事吧 走了 孩子們呢 也走了 管家呢 都走了 唉 華兒 你知道嗎 我想跟你這樣一直走下去 一直走到老 那等我老了 走不動了怎麼辦 那我就抱著你走 我不要 不要你背著我 為什麼呀 因為你背著我的時候 心是離得最近的 你兒子 我一定會看 我去看 您好 我去看 那换儿了 没事 我们走吧 你怎么进的我的密室 自我来说还有什么密室不密室的 你从哪来 我从华州来的 是老人让你戏我这只眼睛 不是 老人跟我没关系 那谁让你来的 你说呢 朱大人 这么多年你还跟着他 良心责目而期 朱大人一向对我不跑 我为什么离开他 我看是你们彼此 掌握着对方的把柄吧 我们相互握着对方的把柄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还有第三个人握着我们的把柄 你怎么找到我呢 说起来你也挺会隐藏的 我找了你二十多年都没找到 要怪就怪你太贪心 才抱着我自己 你什么意思 华州西破那块地 你们怎么知道的那块地 有金子的地方 能少得老初大人吗 我明白了 原来是你们从我手里抢走了那块地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大家都是为求财 就看谁的手段更狠 更 不然我还是没有斗过他 不仅斗输了 而且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为你们保守的秘密 没有人知道是你们干的呀 杀人灭口是他的习惯 那你忘了 你别留着你 复患 杀了你 免得麻烦 去你那里的吧 爹 爹 大夫人 你们怎么来了 这里的人呢都去哪了 宅子卖了 树倒无孙散 那我爹呢 你找你爹干什么 我们要回奥龙堡了 我来跟爹道个别 他在书房里 找我了 爹 小心啊 老爷还在里面呢 小心 老爷 老爷 快走 快走 老爷 老爷 爹 老爷 老爷 你要挺住啊 爹 老爷 爹 爹 谁放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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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别人 是我自己犯的错 我 我早就该死了 二十年前我就该死在那场大火里 不计 是我害了你爹娘 是我放火烧了十架 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呀 不计 你不恨我吗 你不恨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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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恨我 你要挺住我 我可以瞑目 荒儿 爹也对不起你 爹让你受苦 爹 爹是被仇恨和钱财迷住了心窍 我 一直把你当做工具 你能原谅爹吗 爹 我原谅你了 我已经原谅你了 我已经原谅你了 爹 我把荒儿交给你 你要好好照顾他 你答应我吗 我答应 你要好好照顾他呀 好 我没什么报答你 就告诉你那个秘密 什么秘密 二十年前 制造当年施加血案的 除了我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 他 他叫 爹 老爷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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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位姑娘 我问你一下 这里 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为什么一叫醒来 我会在这儿啊 看来 你也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是人贩子的老窝 人贩子 是啊 窝两天 你就会被卖了 姐姐 我好想回家 娘都急死了 我早就应该了到 这里是人贩子的老窝 来 帮我把绳子解开 快帮我解开呀 我要救你们出去 快点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可不能让他换了个大事啊 什么情况 还没动静呢 江头 我们等了一个晚上了 快行动吧 再不行动 我怕他们会出什么意外 再等等吧 梁不拖一再叫来 等买家伤门再动上 我们这样进去 一定会崩溃一溃的 不行 掉了几个月的大雨 不能就让他这么跑了 快 帮我解开 快帮我解开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来 姑娘们 别怕 别怕 再过一会儿 就有人接你们了 周秋 你找什么呀 这能卖得出去吗 偶尔也有失省的时候 你看看他俩 能抵十倍的价钱吗 这俩不错 把你狗帅你拿着 哎呦 臭啊 动什么了 你做什么呢你 有闪蓝的姑娘不错吧 说 吃吃在里面 快 什么家呀 先坐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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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人 奥隆堡食无忌 姑娘 救救我们几个吧 好了好了 快跑 快走 买家来了 那你们为什么起草行动 不是我们 不是你们 我们埋伏在树林四季而动 不知怎么来了三个外人 三个外人 是他们哥儿三 放心 他们不是什么买家 是我的父亲和他两个兄弟 你父亲来的 也太不是时候了 把衣服给我 是 你 饶我吧大爷 你 别打了是自己人 你是 奥隆堡的人吧 得 快 Darth 快 大嫂 大哥 大嫂 你没受什么委屈吧 你说你也不说一声 大哥都快急死了 你大哥是不是很生气啊 那当然 大嫂怎么了 你什么地方疼啊 黄爸你怎么了 好可惜啊 你穿这么好的鞋就错了 俗话 你说人家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了 你还凶啊 谁让你到处乱跑的 你现在知道江湖险恶了 你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一定会来的 你不是 施宝主 这就是我们的梁捕头 五姐 五姐 刚才就是她救的我 没人给你添麻烦了 职责所在 应该的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怎么 你变了个样 我们梁捕头早就男扮女装 混到那帮妓女当中去了 你竟然是男扮女装啊 我都没看出来 刚才 我失礼了 近日为救那人 打草惊设坏了梁捕头的计划 多有莽撞 我替那人 多谢梁捕头出手相救 十某感激不尽 日后又用到十某的地方 请容奥龙堡 略进国里 我不勇气 我不勇气 方才误会一场 多有得罪 御师无礼在先 理当赔罪 那么 有缘再见 蛇无痕 他就是北方的十家二少 人称玉面诸葛 都说十家老大霸道冷峻 我看这家老二 比老大更多三分阴险 笑里藏刀 免里藏针 奥龙堡这么多人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禀相公 事情是这样的 杭州传来消息 说发现了苏家的灵面 而我作为苏家的后人 当然要去查一下了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说是有一个号称是苏光平私生子的人 就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 是啊是啊 苏家的那个宅子自从你买回来之后 那里只剩下一个开门的老仆人了 爹的孩子来认亲 却又看不到人 你说该怎么办呢 况且他到底是不是爹的亲生儿子 那我就更要去查清楚了呀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去 你跟我说一声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啊 那那万一他是招摇照片的人怎么办呀 如果我顶着奥龙堡大夫人的身份去见他 那他还不一下子扑上来呀 你只能悄悄的行事 微服私放 我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 好吧 你总是有你自己的主意 你什么事情都考虑到了 就是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我这不是已经向你道歉了吗 而且我一出了这芙蓉城的门 我就知道我错了 而且我不在你身边 我真的很不习惯 答应我 再也不会不告而别 你知道当我发现你不在的时候 我心里有多么害怕多么紧张吗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害怕 来 吃点 来 吃点 真可爱 三弟 二哥 这是上好的乌珠木沁种吧 你从哪儿得来的 牧场的王海妍替我悟似的 王总管挑马果然一绝啊 就了二哥 他那女儿还提起你呢 说这几天要来找你 啊 怎么了 哎呀 我想起那个女儿 我就头大了 她浑身上下 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那嘴巴是一刻不停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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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躁到不行了 我想起来我就头大了 她跟大嫂倒是对脾气 凑成一堆热闹人 她们俩才不一样呢 你大嫂那是真正的女儿 她就是个野丫头 多吃点 哎 二哥 我想问你一个事 那个酱嫩的男子 怎么长得比女人还漂亮嘛 你说的是谁啊 梁骨头啊 我就觉得她 是一副男生女相的 是啊 不说迷离 雌雄难辨 爹 您身体不舒服 家仆们都安排妥当了 遵着爹的意思 我把家中存的钱都取了出来 分给管家丫头做安家费 钱散走了 好 于是啊 你知道 为父叫你来的原因吗 请爹指教 一个悄生生的女孩家 硬是给训练成一个身怀绝迹的男人 还要死出急不倒飞 这种出生如死的生活 也算好吗 哎呀 爹 咱不说这个了 于是 你知道 为何让你脱了华衣裳 改扮男装 二十年前 爹的结拜大哥石君傲 受奸人所害 遭灭门屠杀 父亲让御师扮成男孩 念书 习武 就是为了长大之后为他们家报仇 是啊 孩子 师家 师家可能还有后人呢 什么 我师大哥 在天有灵 一定会忽悠他的孩子 如果师大哥 真的仍有自私 那 那你的亲事就有着落了 不会明白 那父 有多么自责 让你独身一辈子 现在好了 你再也不必女扮男装了 再也不必独身了 如果 师家 有个男孩 就是你知父未婚的丈夫 你即可启程 去北方找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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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激动爹 爹 只要还有一些希望 你都要找到师家的后人 爹 北方这么大 我们也没有线索 你要女儿去怎么找他呀 可何况 爹爹身陷淋雨 女儿哪也不去 傻孩子 爹怎么会连累你啊 明天是最后期限 若是 我不能交出 他们所说的聚宝盆 他们 就会以弃君之罪论楚啊 爹 你们简直太荒谬了 唐唐一朝太史 竟然相信朱炳京这样的小人说的话 瑜伽之罪 何何患无辞 他们这是观观相互 爹 是 找理由想除掉我而已 爹 爹 爹身为县令 一心为民 警长现在哪个老百姓不说爹是个好官 就是不愿意巴结凤云 不愿意拿老百姓的成果来填补那些贪官的无底洞 他们就要这样栽赃陷害你 爹 爹 爹你怎么了爹 爹 爹 我在你进来之前 就喝下了 披霜 爹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爹爹 爹 爹 爹这样 你死在他们手里 干净爹你为什么要这样 孩子 你笑 你找他们 找他们 为爹 深奴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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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师 我们走吧 我不走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是朝廷的侵犯 捉拿你的人已经到门口了 让他们来好了 我梁御师奉陪到底 给他们抓走 只有死路一条 御师 你到底还想不想报仇了 我爹爹事故未寒 尚未入途 让我怎么走 柳德青山仔不怕没柴上 御师 你当务之急 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不好了 来人了 走 御师 赶紧走 走啊 记得等我的安排 快走 快走 江大哥 景昌人士 杨玉石 男 二十四岁 远六扇门补偶 我同齐赴景昌县令 梁文生 违抗朝廷 私藏国家宝物 密不上宫 献邪宝物潜逃 犯欺君死罪 全省白银一万两 全国通缉 这不是梁县令的公子 对啊 上次说他和梁县令一起撕藏了宝物 梁县令可是咱们青天大老爷 百年不见的好怪 怎么会扔这种官司呢 又是悬赏一万两黄金 我们也不能把梁公司给出卖了 那可不是 对对对对 御师 你也看到了 外面手未死眼 你这样子闯不出去的 不如你还像上次那样 男扮女装 掩人耳目 啊 啊什么 赶紧换衣服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的 被人发现就麻烦了 江大哥 你先出去一下吧 都什么时候了 还磨磨蹭蹭的 行 我出去看看 哎 御师 赶紧的 外面来人了 哦 站住 站住 官爷 瞧您这眼神 我们一群女人家家的 有什么好拦的呀 应该不会是想开游吧 那可是要不隐私的呀 走 站住 你的簪子来了 谢谢官爷 孩子 爹 在你进来之前 我就喝下了皮霜 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爹 爹这样 总不似在他们手里 干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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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爹 爹 爹 我 他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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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今日为救那人 打草惊蛇坏了梁捕头的计划 多有莽撞 我替那人多谢梁捕头出手相救 石某感激不尽 日后又用到石某的地方 请容奥龙堡略进玻璃 三弟 大嫂 大嫂 你干嘛去啊 找学影 学影 就是那匹出了名难续的野马 大哥说了 要拿那匹马送给你做礼物 送给我 他还说 要昭告全省 说谁要是驯服了那匹马 就赏金千两 亲 又落花钱 大嫂 这刀马值那个钱 三弟 正好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那么喜欢吗 如果你把它弄到手 我就把那匹马送给你 什么 起言当真吗 当真当然当真了 不后悔 不后悔 不过 那三千两银子你可不要 不是自家的钱你怎么挺心拿是不是 大嫂 你又赚我便宜 谁赚你便宜了 你想想 你喜欢马 我缺钱 你不缺钱 我也不需要马 你得了马 我又得了钱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好了 就这么说定了 你可得抓紧点 不要被人抢先了 那样 又得一套银子了 放心吧 要说驯马这事 扶龙城还没有一个人能比过我的呢 三弟 你大哥是不是去了凤凰楼啊 我刚听棱管家说 他们去万花楼了 但是谈什么事 我倒不知道了 万花楼 词曲词 李宗监 优优独播放 十道猫主 二少爷 我可恭候多时了 五姐 万花楼是什么样的 跟以前那个慧贤小住比又如何 烟花柳巷那种地方 顶多也就是地方大点呗 哦 你也吃过 大嫂 这玩意你不能看 再说了 你也知道我不爱去那种地方 大嫂 你是不是担心 大哥又遇见一个马兴梅啊 你大哥才不是那样的人 哟 大嫂你还挺放心大哥的 那当然了 做妻子的 如果连对夫君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那她还是个好妻子吧 再说了 我对自己也有自信 我了解她 天下能有几个女人 能入得了你大哥的法眼呢 对 也是 大哥她也不敢呀 要不 奥龙堡又要鸡杯狗跳喽 你 好吃 武器坐了 大嫂跟你商量个事 啊说吧 你跟大嫂去外花楼好不好 你瞧着 你说你不担心大哥不担心大哥 现缘节了吧 我那是纯首好奇 你大嫂这种地方 你还都要好奇啊 三弟 你和你羊马养了都要发吃了 也不知道你将来能不能对自己的习惠 呢吗 大嫂 那羊马 跟人不一样啊 马一旦驯服的话 他跟你一辈子 女人他又不是跟你一辈子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考虑考虑终生大事了 你看人家大人的都要成亲了 哎呀大嫂 那不是他俩看对眼了吗 他也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看对眼的人呢 什么对眼不对眼的 我对你大哥不都是坚持今后对眼的吗 说什么 起家立业 治国平天下的 那这有道理 不看咱们奥隆堡不能多靠你开心地区的 要扩展 要 相信这事 啊 二个人他 也不是没诚心吗 放心 我一定会 不看咱们 张嫂 慢走啊 我不动了啊 石宝主 虽说丝严这种生意上不了台面 可我还是要讲诚信嘛 我跟慕容家合作了这么多年 我不能说改口就改口 那以后 我在北方六省就没法混了 兄弟们是不是 乖乖呀 我吃饱饿足 养嫂子脚地 陪我去作拿雪影回来 毕竟家立业 好不好啊 这个 快吃点 三少爷 都跟 大夫人说了 什么呀 宝主去万花楼的事啊 我说了 你让我说就寻不好啊 哎呀 冷书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再说了 我大哥是去办正经事 我说了也没事啊 再说了 大嫂又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她呀 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我说了 盐铁两项 一向是官府专业 贩卖私言是什么罪名 我相信贾老大 你比我清楚得多 从这本账册来看 你们盐帮 跟慕容家一产一消 到今天 应该六年多了吧 我不知道 你们那些拿命换来的钱 以后 还有没有命去花呀 你们 你们从哪里 弄来这些账策 哪来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将要 到哪去 你们想怎么样 如果你们要去报官府 就报官好了 你是盐帮老大 说话做事 不懂懂懂脑子 都懂懂脑子 江老大 这是你想多了不是 如果照你说的那样 我们宝主还有必要 把你今天约到这儿来吗 还有必要 给你这几万两银子花吗 就算我把货给你们 你们奥龙堡 不是照样背着 贩卖私言的罪名吗 去吧 盐引 嗯 实货 没错 这是专卖北方六省的岩影 好 果然搞 拿着官员的旗号贩卖队 钱也赚 官府还抓不到你们任何的盘 石宝主 二少 您看 那这些我就收下了 这就对了嘛 大家都是生意人 对对对 合起生财嘛 合起生财 二弟 再给他五千两 哎呦 大少爷 您这是 家老大 方才你说我们奥隆堡的钱烫手 哎 还想 还想 你说的没错 奥隆堡的钱确实烫手 保住您放心 我既然拿了奥隆堡的钱 后面的事情我会安排好的 成交 慕隆堡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决裂 有那个账簿在你们手里 慕隆堡不敢把我怎么样 就更不敢对奥隆堡怎么样 贾老大 贾老大是个聪明人 不过 我听人说 咱们这儿的节度大人要换了 这个还需要你来告诉我们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怕他们影响咱们生意 贾老大 你只管安心送货 其他的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好了好了 咱们的正事也聊完了 大哥 我们得好好招待一下贾老大 来来来 坐坐坐 这个姑娘搞我 好 来来来来来 赶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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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退一退 就是要退一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过两天就是秦姑娘的 专场 你们就等几天啊 哎呀就是 让她出来 哎呀 快出来 到底就是哪家 说 就是 除了慕容公子那儿还有谁呀 慕容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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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于白子左下方的虎口之处 极可请 谢秦姑娘提醒 不过 我要的是反败为胜 而不仅仅是脱困怎么办 你说的那步 我早就看出来了 常言道 心用一处无所不能 秦姑娘你手下弹着琴 心里却想着为我的棋举解困 虽是好意 太三心二意 心思乱了 你的琴声 又怎能不乱呢 好奇 秋雨啊 来来来 看看我这招琪如何呀 公子果然好奇异 秋雨自愧不如 唉 对手难寻啊 方知高处 寒意彻骨 多说一把 真是难得 公子何处此言 貌美之人并不少见 可如姑娘这般脱俗之人 就分外难了 可惜可惜 实在是可惜呀 又是何事 让公子如此叹息呢 像秦姑娘这等可人儿 本是深出名了 可如今 却沦落风尘 难道还不可惜吗 万华楼自从放出风来 南北观身山谷 蜂拥而至 秦姑娘的开包奖 那是节节攀高 扶摇直上 如果再怎么竞价下去 恐怕连我慕容 都无福消瘦啊 许臣不早了 妈妈该等着急了 秋雨就此别过 还请公子见谅 明天有什么记录 严谱严长被求见 让他去客厅等 是 这么说 和颜帮贾老大的撕颜账簿 果然落在了奥龙堡手上 是晓得我办事不力 令公子为难了 不是让我为难 撕颜生意要是做不成了 第一个没饭吃的就是你 是是是是 你即刻去城去蜀中一趟 我就不信了 这天底下只有他凯州贾老大 一人犯言不成 是想到这就告退 慢 如果这次找不到新的买家 你也就不用再回来了 是 小颖 停车 小颖 外面什么事啊 姑娘 你快看 也定里有人去马呢 哭 这儿 笑什么 怪不得那些男子屈之若鹜 刚才看到小姐的模样 哲视迷人哪 不许瞎说 是 还好 十宝主 二少在下先告辞了 回见 回见 走 奥龙堡真会挑地方 生意都谈到万花楼来 慕容公子 你是有千里眼还是顺风耳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谈生意的 是不是谈生意 二少心中自然有福 虽说你们奥龙堡向来都是知识遮天 可是生意场上的规矩 总不能一点都不顾及 何必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 总要给别人游一条活 慕容公子 你太谦虚 您还需要我们上路 告辞 对不住 请站了 不是 您报个门庭若是连当天的马天梅都给 这王公贵族天天捍着大把银子往上送 就只为翊督他的轮延呢 看他一眼就要花一辈子的心 看不得 看不得 姑娘 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免得等极了 十家三少爷 终于可以带着雪影回去交差了 十家三少爷 对啊 小姐 刚才驯马的那个男子 便是奥龙堡十家的三少爷 石无界 被他驯服的那批神居 名叫雪影 就是叱咤北方六省的奥龙堡